後來這個鳳台要來囉 剛好遇到臺灣有疫情 目前有賣很多公司 是讓原工離家裡面辦公 如果是全部來放這個鳳台家 機家上班舵是不是 也可以來停班停庫 老同胞說沒有 機家上班舵這個沒有鳳台家 因為路工並沒有通勤的方向 如果是堅持要來放鳳台家 就算是控制 因為鳳台開始路大後 就算走遍遍遍遍的風吹開 出門上班都走到很艱苦 不過現在去到上班 可以坐在碰衣店也不用通勤 只要打開電腦就可以做工作 那真的堅持到鳳台 恐怕也沒有鳳台家 其實會覺得有一點可惜 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現在公司還是有分流的狀況 那有些人要在公司 有些人不要在 那如果颱風天 那他們可以放假的話 那照理講我覺得 應該要統一 就是我們應該也要就是放假才對 那居家辦公的話 他沒有出勤 他沒有就是說要出門 那這樣子的話 他沒有那個就是安全上的一個顧慮 如果勞工是故意不離行的話 那這個當然可能會有礦石的疑慮 過去只要向政府選擇停班 路工就不用上班 老闆也不能夠賺錢的賬金 現在機家上班的民眾 洪台廳要是來上班 不過那會有其他的好理 就要看老闆的生意 有一半的人不用上班可以放假 那我在家需要上班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小福利 例如說獎金之類的 一定會希望有 企業如果認定 都已經是這個放颱風假 那大家不分居家或非居家 都應該可以有這個 不用服勞務的這個權利 過去都會一直看電視跟沒停班天空 不過現在機家上班 射到風台也不會有 現在上班做要是早睡覺 比較有面